大家好,我是凯文 泰国是一个热带国家 陆地上有大量的毒蛇、毒虫这样的毒物 那么在海里呢,同样也有很多有毒的生物 其中最为常见的就是有毒的水母 在上周日,一名来自以色列的六岁女孩 在帕岸岛的海滩游泳的时候 被一只有毒的香型水母遮伤 很快,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在及时接受了心肺复苏术之后 她成功的恢复了呼吸 随后被直升机送往苏勒塔尼医院 泰国在心肺复苏术的教育方面 还是比较值得肯定的 这里的学生在初中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接触到心肺复苏术的教育 因为泰国是一个拥有很长海岸线的国家 每年有大量的游客和泰国民众到海边去游泳 偶尔会发生溺水或者是被海蛇遮伤的这种现象 那么在出现心脏骤停之后 心肺复苏术还是非常非常有效的 好,我们言归正传 继续说这个香型水母 香型水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致命的物种之一 它的触手可以长到五米长 每个触手都被针刺囊所覆盖 每个针刺囊里都装满了有毒的微小的飞镖 这种飞镖的毒液 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毒的毒液之一 它对人的心血管系统有严重的影响 会导致剧烈的疼痛、瘫痪 个别情况下会使心脏在2-5分钟之内停止跳动 从而导致死亡 如果人们在被有毒水母遮伤之后失去知觉 那么则要及时进行心肺复苏术 香型水母全年都可以在泰国湾和安达曼海找到 但有毒的水母在每年的7月至10月才会比较常见 无毒有偶 在去年的8月份同样是在泰国的帕安岛 一名同样是来自以色列的9岁男孩 也是被香型水母遮伤 但不幸的是这个孩子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事发当日下午5点半左右 在帕安岛的哈林海滩上 这名男孩尖叫着从海里跑出来 说他被水母遮伤了 他的父亲很快取来了醋 并倒在他的伤口上 但小孩几乎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晃晃当当的最终晕倒 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死亡 在这件事情之后 泰国当局表示 他们将制定一项长期的计划 以防止与香型水母发生潜在的致命接触 但今年同样是在帕安岛又出现了类似的事情 显然这个长期的计划目前还在计划中 虽然在哈林海滩上有一片区域 是被防水母网所隔开的 但是该男孩并没在网状区域内游泳 帕安岛的区长说 哈林海滩上有三种不同语言写成的标志 警告人们在指定的区域游泳 此外海滩上还提供醋瓶来治疗遮伤 泰国官员表示 如果有人接触到香型水母的毒液 应该立即通知地方当局 并拨打泰国紧急医疗救助热线1669寻求帮助 据统计 在过去的十年 泰国大部分致命的香型水母遮伤事件 发生在苏美岛和帕安岛 自2002年以来 泰国已经有10人死于香型水母中毒 其中有9人是在苏美岛和帕安岛的水域被遮伤的 我整理了一下 青麦大学医学系教授 在苏美岛进行香型水母讲座时的报道 那么在避免与香型水母接触方面 我们要注意以下5点 第一 要留意沙滩上的警告标识 了解这片海域是否存在有毒水母 同时还要注意观察猝占的位置 一旦被水母遮伤 可以迅速的将猝取来 为伤者处理伤口 第二 刮风的时候很少遇到香型水母 它们不太喜欢汹涌的海浪 这就是为什么地处泰国湾的帕安岛和苏美岛 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水母 而在波涛汹涌的安达曼海 却很少发现的原因 第三 如果刚刚下过雨 则有更大的机会遇到香型水母 所以在大雨之后 尽量不要立刻到海里面去游泳 第四 许多海滩都有防水母网 所以一定要在网内游泳 第五 穿长款的泳衣或潜水衣 衣物可以作为额外的保护层 那么如果有人被香型水母遮伤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该教授还提出了以下四点 用于应对伤口的紧急处理 第一 及时呼叫救护车 第二 尽快将醋倒在伤口上 并持续至少30秒钟 第三 不要用手接触伤口 不要用沙子覆盖在伤口上 不要用海水或者饮用水冲洗伤口 不要涂抹用于趋纹止氧的草药膏 第四 如果伤者失去知觉和意识 则必须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术 除了剧毒的香型水母之外 泰国还有两种有毒水母经常出没 一种是常在甲米海域出没的火水母 另一种是蓝瓶水母 主要出没在泰国湾附近的海域 今年六月份 大量火水母被冲上甲米的海边 工作人员将红旗插在沙滩上 以警告游客不要在此处游泳 火水母的毒性同样也是比较强的 人被遮伤后会引起剧烈的灼伤一般的痛感 如果产生严重的过敏反应 则有可能导致死亡 如果不小心被火水母遮伤 最好的办法也是将醋倒在伤口上 第一可以减缓伤痛 第二可以抑制毒素的扩散和吸收 另一种蓝瓶水母曾于2018年 大量出现在宋卡府的海滩 随后在2019年在七岩海滩也出现过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澳大利亚复苏委员会 针对蓝瓶水母遮伤的一个说明 首先关于遮伤后的症状 被蓝瓶水母遮伤后会立刻引起剧烈的疼痛 但痛感大约会在一小时之后逐渐消退 第二人与水母触手接触到的地方会出现一条红线 刺痛部位会出现水泡 但伤口很少会导致留下疤痕 第三被蓝瓶水母遮伤后 一般不会出现神经性反应 如麻木严重过敏等 也很少会危及生命 但是这个很少并不是说不会出现 而是说几率比较低 根据该委员会的介绍 如果被蓝瓶水母遮伤之后 我们要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快速处理 第一如果在伤者的皮肤上依然附着水母的触手 则需要小心的移除 第二不建议用醋清洗遮伤部位 澳大利亚医学杂志在2015年刊载文章称 在蓝瓶水母遮伤后 用45度左右的热水浸泡伤口至少20分钟 可以有效的缓解疼痛 如果没有热水的话 用冰敷也是一种选择 第三如果在简单的处理伤口之后 刺痛部位持续疼痛 骚痒或起水泡 最好及时就医 第四如果被水母遮伤的面积很大 或伤到敏感部位如眼睛等 应该立刻去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第五因个人体质不同 如果出现过敏反应或胸闷 呼吸困难等 应该立刻去医院接受治疗 第六如果无法分辨是被哪种水母遮伤 那就不需要用热水或者冰敷了 还是直接用醋来清洗伤口 随后去医院接受治疗 大家都知道 每年到泰国海边游泳 或者浮潜的游客数不胜数 真正被有毒水母遮伤的案例 还是比较少的 威胁到生命的案例 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所以大家呢 大可不必过分的担忧 但是如果一旦遇到了这种问题 掌握一些知识总没有什么坏处 为了以防万一 我做了今天这期节目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